Luxian U的推出呢 跟上了這一波小型跨界修女的潮流 那它的亮眼的銷售表現呢 也確實印證了它這一次產品部分的革新跟進步 那這一點我在第一次試駕的時候 也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所以這一次我們在2017年票選 最佳八部車款的時候呢 我們也選上了它 那這一次呢我們就再一次來檢視 這部車到底為什麼可以受到消費者非常高的歡迎跟進步 現在呢微型修女車非常的夯 那U5呢剛好搭上了這一波的熱潮 其實我在試駕的時候 對於它的整個動力的表現還有整個底盤設定 其實還蠻意外的 因為它的表現都比我的預期要來得好很多 我覺得它有三個主要的特色 第一個是動力系統 第二個是整個的行車的控制介面 然後第三個當然是空間 以這個70萬上下左右的車來說的話 它的1.6升的引擎 然後配上這個運轉質感非常好的動力 那雖然馬力只有100SP 或許你會覺得說烤匠衝勁不太夠 但是實際上就一部所謂日常代步的車來說的話 它其實這個馬力的輸出還有整個動力的回饋的反應 其實非常稱職 第一個重點就是車上的大螢幕 這個大螢幕非常棒 我第一眼看到它我就愛上它了 真的 在操作上面的敏感度 還有裡面所提供的功能 都覺得真的是太實用了 那車上的環景的鏡頭 在行進中還有在停車的時候 提供你真的非常大的方便 然後導航系統根本不用說啦 整個大的螢幕全部都是提供給你 然後還有其他的影音與熱裝置 這些這樣的東西 這個配備在國內同級車裡面幾乎是沒有的 第三個重點 就是空間啦 以這個紫馬的車來說的話 其實我現在來做起來 你可以看到其實空間還滿充裕的 後面 其實它的頭部啊 腿部的空間啊 都非常的充裕 非常棒 至於底盤開起來是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這車還滿輕巧的 方向盤轉向很輕 但是輕巧並不代表它在過彎的時候不夠穩定 其實這個車其實很靈活 車身尺碼剛剛好 在彎裡面操控其實還滿犀利的 雖然沒有到說像小鋼炮一樣 畢竟它是一部跨界修鋁嘛 但是 就這個機具來說 它的超過近我覺得算是好的 如果你最近正好對小型的跨界修鋁感到非常高的興趣 那這一部U55是可以 值得你去展現看看 去試一試 但是相信 會讓你對Luxian這個品牌 有不一樣的觀感 1 1 2 2 2 4 1 2 3 3